好,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5月24日 欢迎大家收听今晚的外汇分析 今晚有我Carson在这里 也有我们今晚两位嘉宾的 首先有黄冠一教授,Ason你好 好,大家好 也有资深外汇评论员陈建豪在这里 Aaron你好 Hello,你好 我们都跟大家外汇分析 最主要都想跟大家先谈一下 在外汇方面,尤其是现在市场都比较关注 就是美国债务上限谈判的情况 隔了一晚,看到共和党众议院院长麦卡锡 也说他将会再次跟拜登的谈判代表 就会恢复这个磋商 就会在美国时间星期三 就再度恢复这个面谈,商谈 但其实本身就根据deadline 就说6月1号就非常之接近 这个债务唯一期限的deadline 其实到这一刻,都似乎没有任何进展的话 究竟对后市市场的影响是怎样呢 其实我都一直跟阿尔在这里说 阿尔都觉得其实最后谈得成的机会都相当之大 但是其实现在一天都谈 都好像没有结果 其实对未来的金融市场动荡情绪会不会越来越大 尤其是我们看到近这一两天 那些短债的美国债息都升得几急 阿尔会不会那个情况会越来越恶劣呢 现在这个市场是怎样呢 这些闹剧一直玩下去的啦 美股开市三大指数都是在跌的 现在差不多 欧洲跌得很厉害 但不知道为什么欧洲跌得这么厉害呢 欧洲有什么问题呢 欧洲真的不像的 欧洲有什么问题呢 欧洲好像倒水那样 那个富士、德国、法国全部跌2%以上 但是欧洲有什么事呢 就是要试试找到欧洲发生什么事 因为欧洲一向都很厉害 你说我取消费 为什么这个时候取消费呢 你又不是说 你那个英国那个通胀又不是高啦 已经是10下半了 是吧 那你欧洲说加息而已 加息你都是追落下的那种加息 你不会说好像 联储国瘫你上年加几次0.75的嘛 是吧 那你欧洲为什么突然无故地这样堆下来呢 就是profit taking 还是真的输了那个叫做 那个很危险的哦 因为呢 因为呢 因为为什么呢 那个G7开完G7的时候 就是传这个 传这个 传这个 那个巴哈木特的 巴哈木特 巴哈木特是一个军事重镇来的 巴哈木特那时候呢 就是他们的打架 当然他们 他们俄乎的战争呢 就 就是 摆到明是俄罗斯占上风的啦 是不是呢 嗯 俄罗斯赢的啦 那这帮小子 就是他已经又收了这个克里米亚 跟着又收回那个东巴斯 跟着现在又拿了这个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是一个 是一个很重要的军事战略的重镇来的 那因为那些补给俄罗斯去呢 是很快的 那你那些就麻烦一点 如果你刚刚后里在这个 后里在开G7的时候 就去扎连斯基 去跟这个G7那帮丫头 握手啊 姚美克莲拿东西的时候呢 别人就宣布呢 巴哈木特就已经赢了啦 巴哈木特赢了啦 那别人那些巴哈木特赢了呢 就是差不多可以告诉你 俄罗斯和烏克兰的这些钱呢 就是俄罗斯已经赢了啦 那会不会是发癲 就是美国佬发癲啦 美国佬发癲 跟着呢 G7那些 就是北洋那些人 又要听他说呢 就是乱来啦 那些钱就在这个 在这个欧洲那边走呢 我不知道啦 但是你那个 就是这些东西大家要留意的 就是你那个 那个欧元又不好啦 是不是 就是又跌回到108以下啦 欧洲那些股市又不好啦 嗯 但是有点奇怪怪的哦 真的 这里有点奇怪的哦 那你刚才问过什么 债务上限谈谈 债务上限呢 债务上限就是这样的 这些闹剧一直玩的啦 我都说我们在这里讲过 还是一语道过 还是什么 我们说由196年开始 债务上限谈了7、8次都没问题啦 是2011年那时候 就这个曾经是关灯啦 但是那个股市都不动的 那个S&P都是在100点附近 就是100点的范围之内上落落 但是呢 就突然间标准普尔呢 就是调低了美国的顺态平级 所以呢 就是调低了15% 那这次呢 这次呢 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是这样的 因为这些闹剧呢 你想想 那个McCarthy呢 就上个星期就说 这个星期日我们就有结果的啦 那这头讲完呢 过两天之后呢 他们就walk out 就不谈就走下去 接着那个市场就调了下来 接着现在又说又谈了 是吧 那我们不理它啦 他们一定是要这样玩的了 为什么要这样玩呢 他们两条战线玩 一条呢 就是俄乌那里玩 因为他们要招呼那些军火商的嘛 另外这边那个 聊来聊去聊来聊来玩呢 因为这边是要招呼 华尔街那些大帝的嘛 那美国有什么呢 除了军火商和华尔街 他没理由去玩荷里活的 是吧 你可以见到的了 这边玩来玩来玩来 你说会不会讲得好呢 就是我不是很乐观的 老实说 就是因为为什么呢 你在事前呢 你用尽方法去拗特朗普 拗特朗普 因为特朗普差不多在他们共和党里面 是一个灵魂来的 你又在那里拗他 拗他几十年前他去嫌疑那个阿婆 你都说他要罰他五百万的 是吧 大哥当年他五十岁 那个阿婆五十二岁 现在不知道多少岁了 现在可能他七十几岁了 是吧 但是你一个正常的人会不会想 突然间我在街上见到你 恐多来到更衣室那个强奸来的 不可能的 就OK了 好像强奸就不成立了 就是你很可爱 大哥他那时候 就是风华正盛 玉树林峰 要不要这样啊 所以他的灵魂呢 就被他这样整理 整他整他整理 共和党那帮人 是很不信的 如果我不过 不过就不过了 那干什么呢 不过就你舔了 但是他一定要过 坐在一起谈论的时候 民主共和党那帮人 就要他减减 削減开始 大概是4.3 4.5万亿的 那么Democrat那边呢 这个民主党那边呢 就说斗领都不会减减的 当然不会减减啦 大哥 因为他还有个人要看着的嘛 那个就是影帝嘛 对不对 由他们开始打仗的时候 他已经射了一千亿给影帝的了 是吧 那么他带的钱从哪里来啊 你突然间封了他顶 锁了他的甲慢 所以一定很多东西 谈来谈来谈来谈 总之你不要管了 他一会说碰 一会说不碰 一会说不碰 就是要等我试试来 试试到你 那些钱都给了他为止 你试试试试 你扔拍都扔到窮了 对不对 好了 那现在我们从正常的想法去想 第一 这个Congress 这个众议院就有大概是436席左右 一定要超过半数 218席才可以通过所有的议案 那现在呢 就是共和党 因为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的 那就是共和党 大家多民主党 大家10席左右 那他们就要想办法呢 要拉6席过来倒戈 因为这个民主党只有212席 拉6席过来倒戈 就是218席呢 那就可以 你说怎样怎样 你说没有上限 你说吴索减开支 吴索减开支 就是任他说的 那现在第一 会不会倒戈呢 这件事情不知道的 你知道 讲过都可以不算数的 个个都就是 为你仕途利益来的 这个会不会倒戈最终 最终会不会倒戈呢 这个真的不知道 第二 如果说不定数的话 我曾经在一个 在一个一语道破 跟明报我讲过了 拜登会不会 就是动用他宪法的第14条 14th Amendment赋予他的权力 是可以绕过国会 而去 推高债务上限呢 就是推高而已 那比如推高多少呢 他现在31.4万亿 他推高10万亿 或者20万亿 到时候他不管了 可能推高到50万亿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如果他可以用到这招的话呢 那就天下大乱了 我告诉你 到时候才告诉你 为什么天下会大乱呢 因为我相信 他不到最后 不会用这招 但是如果共和党真是左逼又逼 左招又招呢 左拔又拔呢 拔到群脱腹散的时候呢 那我想拜登最终呢 他就不会理会了 可能就会动用14th Amendment去做这一件事 让他通过了 如果这件事一走的话呢 那就翻天覆地了 告诉你 我是这么看的 但是如果你说坐下谈 我不觉得有机会是谈得好 那只有能够就是两条路 我刚才不是说 第一条路就是 我去哄 去忧 去不怎么也好 搞六条忧 共和党的导哥过来 那有218票我就过了 要不就拜登 市金白行田 因为里面就有Section 1第4条 他们有一些条款呢 是限制政府 或者限制总统 不可以做什么的 但是它大前提呢 你就可以这么做 但是限制 如果是那些 under什么condition 就不可以这样 那些我们不说了 但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它只有两条路可以走 我认为他们说是说不了数的 他们是不会坐下说喝杯茶吃个包 就很简单 你想想31.4万亿 那就是怎样呢 去到哪里啊 大哥 只有两条路 一是就说 增加到40万亿 或者加10万亿 去到51.4万亿 肯不肯呢 我相信不肯的 第二 延长多两个月 说延长多两个月 都没有钱 那些钱 在哪里 延长多两个月 那给多少两个月呢 就是给一些来顶住当 是吧 来吊一下盐水 可以吗 那多少呢 100亿 还是500亿 这些这样的东西呢 我相信两个党是很难谈得到的 当谈不上的时候 我刚才说的那两条路了 一条就真的要找人去游说 他们那二百多人 二百二十四人里面 有六个道歌 要不然都说不了数 唯有拜登的市局马行电了 只有两条路 所以 所以 我下午才跟 和侯师傅拍 他说三十号有事 我就说二十九号有事 就是二十九号那个礼拜 你们看下个礼拜 二十九号那个礼拜 分钟不知道什么时间 可能是好事 可能是坏事 不知道什么事 总之是有事 二十九号那个礼拜 你们看着 好 那这里多谢阿长 我们分享了 那我也想问一下Aaron 现在似乎在欧美市场 美国的市场 都将这个债务上限谈判 就变成了市场的焦点 那无论在债市或者汇市那里呢 其实是否都反映着 现在的债务上限谈判 对汇债的影响呢 大家好 我是王冠一 个个都叫我王sir的 现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独家对市场的分析 patreon会员将会享有专属限定内容 每星期的独家影片和文章 为你分析环球投资市场 还会以宏观角度 对股市、外汇、债券、商品资源等市场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会和侯天同师傅 轻松唱谈环球经济和玄学的知识 还可以用会员优惠价参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随时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 立即加入我的patreon